中华佛学学报第15期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I.S.S.N. 1017-7132 佛教在21世纪的社会功能及其修行观念 第四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开幕典礼主题演说 是圣言 中华佛学研究所创办人 P.E. 1.前言 自从1990年元月12、15日 我们中华佛学研究所甲台北国家图书馆 举办了第一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以来 以历十二个年头 当时拟定的永久主题是 佛教传统与现代社会 在此原则下 以前三届也各选定了一个主题 分别是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 传统戒律与现代世界 人间净土与现代社会 每一届都有很多杰出的学者们 发表了高水准的论文 这回是第四届 我们依旧要沿着永久主题的原则 来讨论佛教与21世纪 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中华民国 中国大陆 泰国 英国 美国 印度 加拿大 日本 俄国 德国 南韩等十一个国家地区 当今世界的优秀佛教学者 共四十多人 发表三十多篇相关的精彩论文 我首先要在这里向诸位学者们致敬和致谢 因为你们诸位将为21世纪全人类的福祉 提供卓越的研究成果及高明的建言 这回的大会有三个字题 分成三个领域 那就是以佛教与修行 二佛教与社会 三佛教与资讯 每一个领域都将有好多篇专业的论文发表 我的这篇主题演说 仅就佛教与修行 佛教与社会的二个项目 依据阿含经的观点 做回顾与前瞻的探讨 用来向诸位善知识请教 至于第三个项目 则由路易士兰卡斯特博士 来给我们做另外一篇主题演说 二佛教 本来就重视社会关怀 宗教是社会现象的一环 佛教也不例外 虽在佛灭后已经过2500多年 佛教依旧在人类社会中 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 甚至可说 现代乃至未来的世界 愈来愈需要佛教的智慧和方法 来解决人类的社会问题 接下来 我将是举五项社会议题 从阿含经的观点 说明佛教的立场 及其可能提供的解决方法 P2 1. 人权平等 现代的社会必须建立在 人权平等的基本要求上 此在古印度称为 四种姓的四大阶级社会中 是不被承认的 华涅馆